新革命遇到了老问题 刘邦称帝以后 秦就正式变成了汉 以前是秦朝、秦代、秦帝国 现在是汉朝、汉代、汉帝国 二者之间的四年半 无名称 名称是向羽弄丢的 不弄丢也不可能 因为当时的情况是 山东豪杰并起王秦 天下并不是哪一家的 只不过项羽仗着自己实力雄厚 霸王硬上宫 主持了他们的坐地分赃 可惜 楚霸王并非周天子 楚怀王就更不是 所以这时的天下便不能叫楚 别人不同意 项羽自己也不愿意 他不管怀王叫楚帝 就是正名 大家都心怀鬼胎 也只好不伦不类 于是一个假皇帝 加一群山代王 便构成了秦王以后的局面 结果天下乱作一团 这个覆辙岂能重蹈 何况刘邦原本就跟项羽不同 他当然是汉帝 他的天下也当然是汉天下 但刘邦又不同于嬴政 嬴政的天下确实是秦的 没谁能跟他分摊 他当然可以废封建 行俊县 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大帝国 刘邦也可以吗 不能 因为天下不是他一家的 也不是他们这一个方面军 单独打下来的 赵王张敖 燕王赃土 齐王寒信 韩王寒信 淮南王英部 恒山王吴瑞 都早已称王或封王 没封的彭月 正等着封 也不能爽月 但问题是 郡县制或帝国制 是大势所趋 谁要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就叫反动 反动是没有好下场的 事实上 刘邦也更喜欢郡县制 像当年 雍王张寒 赛王司马兴 翟王董毅 河南王申阳 殷王司马昂 和魏王魏豹的地盘 便都被他改为郡县 现在 难道要改回去 在这历史的紧要关头 刘邦面临着抉择 周治还是秦治 邦国还是帝国 封建还是郡县 新革命 遇到了老问题 然而判断的标准 却也简单 那就是 首先考虑 如何安定天下 稳定人心 最好还能通过 制度的安排 奠定长治久安的基础 这是每个新政权 都要面对的大问题 周公鸡蛋想过 秦王嬴政也想过 现在 轮到刘邦 刘邦的选择余地 却不大 该封的王国必须封 该设的郡县还得设 也只能先封建 后郡县 半封建 半郡县 于是刘邦宣布 赵王张敖 燕王脏图 淮南王英部 原封不动 只有王贤 没有地盘的 韩王信 仍为韩王 都阳邸 封卫相国彭越 为梁王 都定陶 喜恒山王吴锐 为长沙王 都林湘 喜齐王韩信 为楚王 都夏丕 这七个全是异姓王 没有一个是刘邦的子弟 他的部下也不封王 只封侯 侯与王 差别很大 王是诸侯 对王国享有治权 侯是列侯 对封区 只有财权 也就是 户数定额的 赴税遥逸 一般千户 最多上万 叫万户侯 侯的封土 也无法与王相比 王的领地 至少一郡 多至数郡 侯 一般最多一县 叫县侯 其次一厢 叫县侯 再次一厅 叫厅侯 县 县厢 厅 都是郡县制的行政单位 也都有当地政府管理 侯门 是不能管的 也就是说 亡国之外 一律 郡县 这就是刘邦创造的 半封建制 也叫郡国制 他跟西州天子封建诸侯 诸侯封建大夫的 全封建制一样 也是政治斗争 妥协的结果 那么 天下安定了吗 没有 刘邦称帝几个月后 燕王脏途就返了 以后除长沙王 吴锐外 其他五王也都反叛 或被说成反叛 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 这里面真正存心造反的 只有赃徒 其他人都是被逼上梁山 甚至奉旨造反 比如张敖 张敖是赵王张尔的儿子 汉帝刘邦的女婿 鲁元公主的丈夫 他对自己的皇帝和岳父 急进臣子之中 刘邦对他却十分无礼 甚至开口就骂 这就引起了赵相 冠高等人的不满 他们去见张敖 鼓动他造反 赵王张敖死活不干 急得手指头都咬出血来 冠高等人决定自己动手 并承担一切后果 汉八年冬 刘邦平叛路过赵国 冠高他们便准备在博人实施谋杀 但因为刘邦突然改变形成 未遂 这起未遂谋杀案的结果是 张敖和冠高都被逮捕 冠高在狱中受尽酷刑 始终咬定赵王与此案无关 刘邦查明真相后 不但释放了张敖 而且赦免了冠高 负责调查的人遵命把这消息送到狱中 冠高问 我的王真被释放了吗 来人说 是 皇上敬重足下是条汉子 也赦免足下 冠高却说 臣之所以体无完肤 仍然苟火 就因为 害怕说不清赵王的冤情 赵王出狱 臣的责任已尽 身为人臣而赴篡逆之名 哪有脸面 是封皇上 于是 冠高自杀 张敖总算死里逃生 但同时 他也失去了王位和王国 刘邦把他贬为侯爵 赵王则换成了刘邦宠击 欺负人的儿子 如意 这当然很冤 却还不是最冤的 最冤的是彭月 彭月根本就没想造反 只不过在刘邦御驾亲征 平息叛乱时 称病不肯从军 彭月怎么想的 不清楚 也许他确实是累了 也许他不过想保存实力 但这顶多也只能算消极代工 却被以谋反的罪名逮捕 而且 刘邦不但诛灭彭月三族 还将他剁成肉酱 赐给诸侯 这岂非丧心病狂 好像不是 也许他太政党回来 我证明了 并非证明了 和声我留意 那里是